一甲顶级天王世界杯枯作板凳,桑宝利若用他将成功翻盘,随着阿根廷队被淘汰出局,各方都在分析原因,其中不乏进攻点过于单一的言论,但阿根廷阵中真的缺少攻击点吗?实则不然,诸如狄巴拉等强将,硬生生将板凳坐穿,奔届世界杯之前,狄巴拉被公认为,是和姆巴佩一样的国际足坛希望之星, 然而姆巴佩在淘汰在阶段大显神威,而狄巴拉却只能哭作板凳,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祖国被淘汰,论说狄巴拉目前是尤文图斯队的头号球星绝不为过,在刚刚结束的赛季中,狄巴拉为尤文打进26球,状态相当火爆,但如此表现依然不能为他的阿根廷队赢得一席之地,这也不得不感叹同人不同命的尴尬, 阿根廷本进世界杯全部的四场比赛中,狄巴拉仅仅在对阵克罗地亚的比赛中,获得了22分钟的登场机会,此外,在对阵冰岛,尼日利亚和法国,狄巴拉都只能哭作替补习,如此抱点天物着实令人唏嘘。